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全力的奔跑 后过了一个人 又后过了一个人 什么 漂亮 秋实队的守门员米小圈 稳稳地守住了这一球 太帅了 那是 只要有我米小圈在 你们一个球都比小金 比赛 春华队获胜 这场球可真不该输 是啊 还是输给春华这个老对手 真不甘心 都怪我 要是最后一个球 我反应再快一点就好了 米小圈 刚才那个球没有接到 可不是你反应慢的问题哦 而是你没有专心守门 听老师给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吧 春秋时期 鲁国有一位围棋高手名叫易秋 他有两个徒弟 大徒弟很聪明 小徒弟却很普通 师兄 你这步棋下得真是太妙了 那当然了 还有更妙的呢 看这步棋 师兄 我是不是又输了 这还要问吗 三年了 你从来就没赢过我 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师弟啊 天赋这种东西 强求不来的 看你的样子 肯定是又输了吧 师父 我要是能有师兄那样的天赋 就好了 你师兄下棋确实有些天赋 可是想要成为围棋高手 最重要的可不是天赋 那是什么呀 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呀 当然有 还请师父告诉我 先别急 我也是口渴了 给我倒杯茶 好 有神仙 在哪儿 哎呀 烫死了 师父 你骗我 哪有神仙啊 你看 要是分了心 倒茶这么简单的事 也做不好 明白了吗 明天开始 我一定专心倒茶 不是让你倒茶 为师说的是下棋 下棋 要想把棋下好 你就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心无旁骛 其实所谓的秘诀 只有四个字 哪四个字 专心致志 从那以后 小徒弟听从了师父的话 把心思全用在了下棋上 而大徒弟则整日琢磨着如何玩耍 不知不觉 两人已在师父家里度过了许多个春夏秋冬 这一天 二人再次比试棋 师弟 让你先下 做师兄的 得让着你点 多谢师兄 师兄这步棋走的妙啊 那当然了 再有三步你就输了 那可不一定 你看这步棋 师兄 师兄你输了 什么 我怎么会输给你 你看啊 你的骑鹿都已经被封死了 刚刚是我大意了 咱们再来一盘 好 师兄 这次你先下吧 好 师兄 你好像又输了 这不可能 再来 师父 不可能 师兄 你已经输了七盘了 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变得这么厉害 师父的秘诀果然有用啊 秘诀 怪不得你能赢我 原来师父偷偷教的你秘诀 快说 什么秘诀 秘诀很简单 只有四个字 专心致志 专心致志 要想把旗下好 你就要全身性的投入进去 心无旁骛 其实所谓的秘诀 只有四个字 专心致志 老师我明白了 以后再提球的时候 我一定会专心的 嗯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心这个字吧 大家看 这就是甲骨文中的心字 是不是很像 人的心脏呢 还真像啊 看来心 是个象形字 是的 经过演变 它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大家看到心字 一般会想到哪些词呢 我会想到心脏 还有心情 嗯 对 古人认为 是心在想事情 所以很多跟心情 思想 情感有关的字 都以心做偏旁 啊 怪不得 忐忑两个字都是心字底 是的 是的 心里上上下下的感觉 就可以用忐忑来形容 老师 我太懂这种感觉了 每次考完试的时候 我都感到很忐忑 哈哈哈 除了心字底 还有一个和心有关的偏旁 叫做树心旁 它写成这样 树心旁的字有很多 例如 惭愧 慌忙 还有悔恨 是的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考了九十九分 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嗯 我会觉得惋惜 差一点我就满分了 九十九分 我肯定很吃惊 竟然考的这么好 哈哈哈 我要是能考九十九分 那肯定是愉快 因为老妈会给我买一套 新的漫画书 铁头你呢 我 我会觉得很害怕 啊害怕 为什么呀 如果 我考了九十九分 那一定是在做梦 我害怕梦会小 哈哈哈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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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我好